白贤又第一集有多惆怅,第二集就有多欢唱。 因为啥?因为老婆红海人得了绝症三个月就要死了。 老不好意思,即使不离婚也能永别了,破天荒睡个好觉,早上起来,空气都是香甜的。 但高兴归高兴还得憋着,只能偷着乐。 偷乐第一次,早上起来,心里暗爽疑,今天早上跟昨天不一样了哦,压不下去的嘴角,不自觉的小调。 啊,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开心呢?我得装得很伤心,对对对,嘴角压下来,恩对,就这样,这样看起来像伤心。 偷乐第二次,老婆不动了,不会死了吧?手拉起来试试,啊,大拉下来了,怎么办?再试试鼻息吧,啊,不会真死了吧? 不行不行,再听听心跳吧,妈呀,睁开眼瞎死我了,怎么办怎么办?好尴尬,亲一下,就说是早安稳。 还好我激烈,偷乐第三次,跟医生确诊一下别是误诊,还好医生说了病态罕见无药可医,就三个月,这下放心了。 偷乐第四次,朋友建议用三个月时间哄着红海人改遗嘱继承家产,白嫌人嘴上说着,我是那么现实的人吗? 下一秒,恩,宋树化妆一下爱一把,老婆咳嗽了赶快叫救护车吧,老婆穿的,薄给她披荐衣服,她手凉给她暖暖手,做的经典我给她包瞎摆个心,可我实在太开心,忍不住笑怎么办? 哈哈哈哈,手指打打截拍吧。 偷乐第五次,医生说有奇迹,万一不会死怎么办? 别吓我,赶快上网查查,这个,怎么还真有奇迹,生无可恋,好无奈。 结果老婆误会了,还感动了,她以为我是唯一希望她活着的人,以为我爱她,关心她的病情,以为我真心希望她都活几年。 啊,啊,我有点猛,但是我得装深情,但是若你能活着我很开心,说的实在太违心,老婆竟然有活下去的动力,我怎么办? 她的腿软无力,坐下来静静,偷乐第六次,老婆需要救场我瞬间赶到,感动她,老婆需要救命我瞬间英雄,保护她。 话说送七火葬场,追七火葬场,之前心里有多爽,之后心里就有多不爽。 不爽第一次,竟然出了个情敌,情敌还猜中了我们感情不好,她说我不在意是因为不在乎,这都给她猜中了,喊生气。 她跟我老婆有说有笑,哎呀,心里怎么这么不舒服? 不爽第二次,情敌竟然跟我老婆怯怯私语,他们竟然更像一家人,我拆台拆台,情敌竟然跑到我的境地,她想抢我老婆,不行,我得把她赶走。 白贤人啊白贤人,照这么下去,你真的会去陪葬。 敲碗敲到碗都碎掉,终于等到金秀贤跟金志愿的《泪之女王》开播。 如果今年只能选一部韩剧看,那我决定偏心选这部,毕竟金秀贤挑剧本的功力从来不让人失望。 在看戏前,先为大家介绍几个剧情亮点吧,了解后,更容易入戏。 一,婚姻不会只有甜蜜,幽默呈现夫妇困境,泪之女王讲述一对结婚三年的财罚夫妇,刚结婚时也曾经很甜蜜,但时间久了,老公却发现老婆变了一个人,很想离婚却不敢提,就怕受到老婆的死亡威胁。 剧情相当趣味,看金秀贤饰演的乡村小子白贤语,如何跟金志愿饰演的天之交女红海人,从恋爱到结婚,最后又面临婚变考验,二人将克服女强男肉的眼光,挺过各种危机后,最终发现何谓爱情与家庭的意义,是不幽默写实又会让人心动的戏剧。 啊,金秀贤魁为三年的新剧,他赞美剧本很棒,金秀贤只要一出手,演出的戏剧大都是话题大作。 在2021年拍完某一天后,粉丝终于等到泪之女王,他说休息的这几年很像当兵,但一直努力在找工作,直到遇见泪之女王的剧本,因为剧本很棒,有许多转折,所以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个团队。 他赞美饰演的白鞋又有多宠魅力,像是聪明又固执且精致,所以想以有趣的方式将它们混合在一起,让人又哭又笑。 哈,编剧写过来自《星星的你》、《爱的迫降》等作品,一部成功的韩剧,编剧的功力太重要,而泪之女王的朴志恩,向来擅长描绘爱情与亲情,写过包括来自《星星的你》、《蓝色海洋的传说》、制作人《爱的迫降》等作品。 这也是他寄来自《星星的你》、制作人后,再度与金秀贤合作,王牌编剧与当红男星的组合。 泪之女王能不红吗?看来又会洗版社群。 四,将会是金志愿的演技突破之作。 金志愿这几年饰演的角色多为苦情悲伤的都会女子,但是在《泪之女王》里头,她将演出目中无人的财阀三世千金红海人。 她的信念是哪有什么事是不可以的,当然只是因为你不去做,是只要一出现就会让人吓到发抖的女王。 很期待金志愿的爆发演技,就想看她演演嚣嚣张的角色啊。 哦,配角群也抢演,是剧迷都熟悉的人。 除了主演是精挑出来,配角群也不让人失望。 凭在纸房子、韩国片的大胆演出受到关注的李主斌,将会跟《三流之路》里头演过金志愿男友的郭东演演一对恩爱夫妻。 而《黑暗荣耀》里的C8之王朴承勋,则会饰演总出现在红海人身边的神秘男子。 这些背景与个性大不同的人物,将跟主角发展出猜不透且精彩的剧情。 观看以上的演员阵容与纸笔编剧,就很期待《泪之女王》的剧情反转,想必不会是一部老套的爱情剧而已。 今晚哪里都不去,就要在家追这部,毕竟也当好久了。 《泪之女王》是爱的迫降编剧朴志恩的最新立作。 剧情讲述的是库音集团才发三世兼百货店女王洪海人金, 志愿是和龙头里长的儿子兼超市王子白贤宇金秀贤是三年夫妇的惊险危机和其继班重新开始的爱情故事。 金秀贤是演出生在农村龙头里的库音集团法务理事白贤宇, 她是首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律师,拥有聪明的头脑以及天生比财阀更财阀的外貌。 在所有人的羡慕中,贤宇成为女王洪海人的丈夫已经三年了, 但意外的危机降临到了她身上。 金志愿饰演库音百货公司的社长洪海人, 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富者的她是从未向别人屈膝,也不会屈膝的女王。 洪海人在选择龙头里超市的儿子白贤宇结婚后过着灿烂的生活, 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难关。 官方近日公开的角色海报中, 白贤宇、洪海人夫妇二人完全不同的性格, 究竟要花多长的时间磨合呢? 妻子洪海人说,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你流泪的, 承诺会成为丈夫白贤宇坚实的后盾, 由此透露了她霸道的一面。 相反的,白贤宇似乎后悔过去相信了洪海人的话, 说,只相信亲爱的你吗? 相信这句话的我就是个疯子。 日前公开的首播预告中, 白贤宇也诉说过对妻子的恐惧, 特别是洪海人和白贤宇关系被称为女王和女王的。 男人预示着夫妻的主导权掌握在妻子洪海人手中, 究竟这对冤家夫妇是如何一步坠入爱河的呢? 故事主线围绕着欧安安集团的财阀继承者, 百货女王洪海人尤金。 志愿饰演与超市王子白贤宇由金秀贤饰演的三年婚姻危机展开, 贤宇原本是农村龙头里的儿子, 但他却凭借高颜值和首尔大学法学院的学历崛起, 成为阿欧安斯集团的法务理事, 而洪海人则是库因子百货的社长, 作为库因子集团财阀第三代, 他出身富家但从未低头屈膝, 两位高调的主角, 这场爱情到底是甜蜜意外还是危机四伏? 金秀贤饰演的白贤宇, 一个在豪门中当坠续的法务理事, 面对婚姻生活的压力让他心头愁绪从生, 而金志愿饰演的洪海人是库因子百货社长, 看似强势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脆弱。